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华夏新工级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缘所长贾康撰文认为 房地产税可压仓促稳 它在保有环节上形成了可固量的年复一年的成本 会引导相关主体的预期和它们的行为 产生的效果一定是有利于一指肆无忌惮的炒作 贾康的观点或具代表性 主张开征房地产税的学者普遍认为 房地产税增加房屋持有成本 有利于一指炒房 对房价及房地产市场起到压仓促稳的作用 它们最基本的逻辑就是 房地产税开征后 拥有数到甚至数十套房子的土豪们就会大甩卖 房价就会下降 或者进入租赁市场 增加供给量 住房租赁市场进入买方市场 显然 这是简单的从税收通过影响价格成本 进而改变房地产供给率需求的角度来分析问题 的确 从本质上来讲 所有市场都受供给与需求价格影响 价格与供需关系互为影响 而税收成本也是价格的构成部分 但价格对市场供需关系的影响极为复杂 对于一般商品来说 价格上涨 需求减少 但也会因为利润而刺激供给增加 而价格下降 需求增加 但供给减少 因此 通过价格来调解供需关系 都是不确定的 房地产市场买涨不买跌也说赢了这点 实际上近年来的房价疯涨 早已脱离了传统意义上的价格规律了 及价格由供需关系决定 而与未来收益率 使用50年同时 正乎通缘性的 地产生地帮助